女人为了拥抱青春 竟然用三个月大的胎盘做肉馅 然后包成饺子 一滴不剩地吃进嘴里 卧槽 实在是太香了 在饺子的滋润下 女人的身材变得凹凸有致 你肯定不能看出 她其实是个六十几岁的老太婆 而男人一旦吃了后 身体会变得十分强壮 就连欲望也会大大增强 为了获得更多的胎盘 嗨妹游走于各种黑诊所之间 然后通过腮红包 成功地拿到了别人不要的胎盘 这一天 一名少傅找上门来 她向嗨妹询问永保青春的秘密 还表示钱不是问题 嗨妹听完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她来到厨房 将切碎的胎盘和猪肉混在一起 然后包成了猪肉白菜饺子 再放进一千多多的废水中 等到捞出来时 饺子竟变得十分晶莹剔透 由于是第一次吃 李少傅还是有点害怕 可当她想起丈夫嫌弃自己时 毫不犹豫地将饺子放进了嘴中 然而这个味道实在太鲜了 她根本难以下咽 可为了变漂亮 她只能硬着头皮全部吃了下去 回到家后 李少傅顿时感觉容光焕发 身上还散发着一种香味 丈夫看完后 瞬间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到了第二天 她再次来到了嗨妹的家里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后 她吃饺子的速度变快了许多 然而她并不满足 她想迅速地变漂亮 这时嗨妹告诉她 如果能找到六个月大的胎盘 那效果肯定会翻倍 这个男人太骚了 他每天都会吃十几只 还未破壳的鸡 只为了变得更加强壮 而他的妻子比他还要变态 为了拥抱青春 竟用死鹰的胎盘做成饺子 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进嘴里 可他还是不满足 竟想在年轻十几岁 嗨妹告诉她 如果能找到五六个月大的胎盘 那就最好了 李少傅听完后 瞬间就心动了 表示花多少钱都愿意 她刚离开 一对母女就找到了嗨妹 原来女孩不幸被父亲侵犯 肚子里的宝宝 已经六个月大了 她不想让这件事被别人知道 于是便找到嗨妹 做堕胎手术 起初嗨妹并不愿意做 因为她没有太多的手术经验 可当她想到李少傅的嘱托时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就这样 在没打任何麻药的情况下 嗨妹成功地取出了孩子 她没有给女孩消毒 就将女孩赶走了 随后她连忙喊来了李少傅 把胎儿堕碎做成了争奖 李少傅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 一口咬下去 还能听到骨头的声音 她将所有的饺子吃完后 瞬间感觉年轻了许多 回到家后 丈夫瞬间就来了兴趣 两人不害臊地交流起了感情 与此同时 女孩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大出血 随后就死在了马路上 而李少傅的丈夫 非常好奇妻子的改变 她通过监视妻子的电话 终于得知了饺子的秘密 她也想变年轻 于是便偷偷地找到了嗨妹 女人十分幽柔地趴在墙上 有志的身材 看得男人浴火焚身 她再也控制不住了 连忙将女人压在身下 可就在这时 她突然看到了墙上的照片 当看到下面的红字时 男人彻底傻眼了 原来她身下的女人 已经六十多岁了 她顿时感觉十分恶心 连忙离开了这里 而在另一边 李少傅的身上 开始出现十分难闻的恶臭味 不管她怎么洗澡 也不能去除 她连忙来找嗨妹 可嗨妹却躲起来不见她 没有办法 她只能来到医院 然而医生也束手无策 害怕别人见到自己丑陋的样子 李少傅每天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而在另一边 女孩的母亲伤心至极 她觉得是丈夫害死了女儿 于是便用刀将丈夫 活活捅死 这件事情 闹得越来越大 嗨妹担心警察找上门来 拎着包偷偷地离开了家 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她 最终成了一名挑粪工 故事的结尾 李少傅又找到了一名孕妇 她拿着刀取出了胎盘 继续吃起了永保青春的饺子 至此影片结束 这是2004年上映的电影饺子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